中國疫情大爆發 過去中國衛健委每日通報的確診數字 卻只有幾千人 引發民眾強烈不滿 哀轟失真 然而現在官方連演都不演了 當局為了挽回公信力 宣布從二十五號起 不再公布每天疫情資訊 等於全面蓋排確診數 官媒更是淡化冷處理 央視新聞只講醫護辛勞不提病患痛苦 但同一天地方政府浙江省預估 元旦前後打頂峰 一天最高200萬例確診 醫療量能不足下 第一線醫護人員也病倒 但此刻浙江卻有醫院掛出紅色喜報 熱烈祝賀急診服務 突破兩百萬人次 IP把疫情慘勢當喜事 也凸顯急診需求暴增 自從中國松綁封控後 從藥局到醫院通通人擠人 現在輪到火葬場 北京染疫死亡的遺體數爆量 逼得當局改用冷凍 從貨櫃佔存屍體 重慶江南殯儀館外 運送屍體的車隊一路綿延 濟南網路火葬場外 還可見到穿著校服的家屬排隊等候 中國殯葬業全天候運作 仍處理不完大量遺體 隨著官方蓋牌 情況只會不斷惡化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